一名身穿红背心的老先生 在供桌前东挑西捡 甚至还自备购物袋 把两颗帽骨干和三颗莲雾 偷偷放入袋中 偷拿水果的过程 全都被土地公庙的监视器 录了下来 桌前四处张望 发现四下无人后 随即将桌上的水果供品 放入自行膝带的手提袋内 必骑神脚踏车离开 该名窃检自认犯案的过程 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 全被土地公庙的监视器 全都录下 老翁胆大包天 竟然在神明前面偷贡品 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展开调查 发现老翁骑脚踏车 抵达土地公庙附近 将车停好进入公庙 见四下无人就拿走贡品 再骑着脚踏车离开 警方锁定78岁的良性老翁 将他查契到案 举警方积极扩大该地点 周边的道路监视器展开追查 最终掌握到良性犯决身份 并将其查契到案 全案寻后依窃盗罪嫌 以请台北地点署侦办 中任第一分局呼吁 举头三尺有神明 法网灰灰 输而不漏 偷窃系违法行为 窃户心存侥幸 良性窃嫌自知 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举头三尺 不止有神明 还有监视器 他若往后供称 当时原本要去图书馆借书 看到土地公庙 没人才会偷水果 而他也因为一时嘴馋而处罚 被依窃盗罪 寒送法办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导 离开 珍惜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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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